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选择了打门 这一小球的方向 速度 感觉还行 只是没有打在门口的范围以内 进口是没到了高中空协议军 掉到了中路 这一下协议军被拉了一下 点球 刚刚还在说被拉到了 主裁判陈津洞也是看到了这个画面 随机是响哨吹点 跳跳雨伐了吧 漂亮 瓦了一个勺子点球 孔玉辉是判断错了方向 场上的比分在29分钟的时候被改写 天津台达对依靠着瓢陶宇的点球是1比0 暂时领先 资博组局队 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第一点能够控制好 更重要的是第二点的保护 直接炫到门里 这一下 不错 上阶打了 还是把球投险几间拖出了后两 发到了中路 还有支队 重新了 谢维俊 在上半场尾声 商品古时阶段的时候 通过脚球 帮助球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 比分变成了2比0 脚球发前点的后蹭 感觉这一次 谢维俊身边就没有放出队员 一个比较轻巧的电射 这么出局队 其实最近的课场比赛 都是有球的 最近的10课场 有9场都有进球 发到了中路 第一点还是被谢维俊顶了出来 不错 大门出现了 哇 下半场 刚刚开场 一分多 马栋梁也是通过脚球 在二次队友顶回给他的时候 倒地完成了一条铲射 身材吃亏 被球顶了回来 谢维俊 谢维俊下敌 低平球给过去 一条两张驰铃啊 这下张驰铃的产射是擦着力柱 有点意外的球漏到中间 没人盯他 但是张驰铃这个 向前冲的这一下 动作已经做出来了 所以没有更好的 调整胜门的一个空间 前场给天津太达的球员施压 再次传一个身后球 这一下速度跑起来 等待队友直接自己打 远端张驰铃左脚 这球啊 这下是有折射 打在了防守的球员思潇的身上 直接是奔门而去 这球古林辉是基本不会碰到了 但上的比分也变成了3比1 进球的是张驰铃 刚才那一次幸运女神和他擦肩而过 这一次没有再从他的身边溜走了 现在有门阳上场 有球直给脚下 门阳还喜欢回来拿球 这样的话威胁不大 一个小转 过了所有的防守球员 一对一单刀打 这一下被挡了出来 书元杰 书元杰没有把握住这样一个机会 这个球应该是前锋的基本功 随地转身摆脱 还是做得很流畅 我们来看一下张驰铭的这一下 连停带过 非常潇洒 连续获得小球的机会 大家呼吁呼喊曹阳 到进区内争一个小球 张驰铭红相的盘带 真心往里传 球球进了 口插上的 四比谭望松 你有多幸我没有看到谭望松的进球了 张驰铭助攻谭望松的感觉 我觉得真是 有点 确实 联赛当中还没有收获进球 但是这是34岁的老将谭望松啊 还有富裕 其他的老将确实有了体能缺口 主载版 沈金动物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最终天津泰大队在主场是4比1 战胜了资博促军队